韩国《京乡日报》17日报道称 在韩国第一夫人金剑锡 持隔153天公开露面出席五宴后 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内部出现一件分歧 一部分议员支持金剑锡重新恢复公开活动 发挥其外交作用 但也有议员提议 在金剑锡收缩名牌包争以上被停息的情况下 她参加公开活动会比总统更受关注 因此应在近一段时间内减少露面 综合韩联社和韩民族日报此前报道 韩国总统以西月16日在龙山总统府 同道航的柬埔寨省下洪马奈举行会谈 以西月夫人金剑锡一同出席了会谈后的招待午宴 韩联社称 这是她时隔153天公开露面 韩美还公开了金剑锡露面现场画面 据韩国媒体16日报道 韩国共同民主党发言人崔明硕 当天对金剑锡公开露面参加午宴一事提并说 金女士应该去的地方不是领导人午宴 而是检查机关 崔明硕称 在国民要求调查金剑锡收手林台宝 操纵股价等行为的呼声比任何时候都高的情况下 她却重新恢复参加公开活动 难道是觉得国民很可笑 韩国经乡日报称 国民力量党议员赵正薛17日在一档新闻节目中 针对崔明硕上述言论反驳称 第一夫人不参加公开活动 难道应该在家里负责做饭洗衣吗 她还在节目中称 第一夫人应发挥在国际外交中的作用 如果不承担第一夫人的角色 将对国家利益毫无帮助 另一方面 国民力量党党内也有不同声音认为 在近一段时间内 金剑锡应该尽量减少公开活动 有一人称 在各种争议没有彻底消除的情况下 金剑锡恢复公开活动比总统更受关注 总统的领导能力也会因此受到质疑 因此 该议员认为 金剑锡近期应更加谨慎 只参加必要形成活动 在处理完各种争议后 再正式参加公开活动 韩联社16日透露称 据了解 金剑锡方面此前一直在权衡恢复公开活动的时间 总统府也讨论过 他是否适合参加一些活动 韩联社称 有分析认为 考虑到消失的时间越长 恢复参加公开活动面临的压力就越大 预计金剑锡会通过权衡政治圈的反应和国民舆论等因素 渐渐调整公开活动的频率和程度 感谢观看